冷靜嗎?會有味道嗎? 我為了要拍這支影片 還特別去問我身邊的朋友 他們首先第一個反應就是 你只用清水洗澡 這一場冷靜 再收看的是VS Media 沒事不要外出 外出記得要戴口罩喔 嗨,大家好,我是NanQ 我,只用清水洗澡 我只用清水洗澡將近一年的時間了 之前就一直想要跟大家分享 但我認為體驗過整個春夏秋冬再分享比較好 那先來帶大家看一下我家的浴室 證明我真的只用清水洗澡 再用的洗洗產品就一個 就是洗髮瓶 什麼沫濾乳、肥皂、身體去皂質 我都沒有再用 然後洗完皂會很隨便的擦一下身體乳液 今天這支影片會簡單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 還有大家很好奇的Q&A 影片開始前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按下小鈴鐺選擇全部 體驗了一年之後呢 我可以非常肯定的跟大家說 我會繼續只用清水洗澡 第一個原因是省錢 因為不用再購買墨浴乳 第二個原因是省時 因為不用購買墨浴乳了 所以也不用花時間去賣場 或是美妝行補貨 第三個原因是省空間 最少瓶罐不只讓浴室看起來更整潔 櫃子裡面也不用再囤貨 第四個原因是環保 我先說這個只是附加價值 我起初嘗試只用清水洗澡 確實不是為了環保 吃到後來才發現到說 欸這樣子少用了很多瓶罐 雖然摩浴乳可以買補充包 但補充包也是一種包裝 而且有一些複合材質是不一定能夠回收的 第一個洗澡用冷水還是溫水 我用的是溫水 因為平常洗澡就是用溫水 那我建議大家 不管是有沒有在使用墨浴乳 都不要用太熱的水洗澡 太熱的水容易帶走我們身上健康的油脂 第二個洗澡的方式 有無使用輔助工具 我洗澡其實跟洗臉一樣 就是先把身體淋濕 然後簡單的用手去戳洗身體每個部位 只有用手而已沒有用其他的輔助工具 什麼墨浴球還是去角質之類的 第三個私密處跟屁屁也只用清水洗嗎 沒錯也一樣只用清水洗 第四個 預進來的時候會不會殘留血味 或者妹妹會不會癢癢的 我自己是完全沒有聞到任何的血味 也完全沒有發生過搔癢的問題 第五個洗得乾淨嗎 會有味道嗎 我為了要拍這支影片 還特別去問我身邊的朋友 他們首先第一個反應就是 你只用清水洗澡 非常驚訝 但是意思就是 他們並不覺得我身體有什麼異常 只用清水洗澡身體不會臭 但也沒有香味 簡單來說就是沒有味道 第六個 流很多汗只用清水洗澡會不會黏黏的 我跟大家說我是一個非常非常會流汗的人 而且我每天早上都會運動 這每一次爆汗呢 我依然只用清水洗澡 所以可以跟大家保證身體不會黏黏的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一樣有喜歡找清水的那種感覺 最後我想要拜託大家 因為我真的收到太多私訊問我說 身體容易出汗或者身體有皮膚炎等等的狀況 適不適合只用清水洗澡 我沒辦法回答大家 如果真的會擔心的話 建議尋找專業醫生的協助 那一般來說我是非常非常推薦只用清水洗澡的 如果你很想嘗試的話 我覺得要先放下別人會覺得我很髒的這個想法 這個卡要先跨過去 不然就會一直覺得有洗不乾淨的錯覺 但真的不會有人知道你是怎麼洗澡的 而且我們不是不洗澡 只是換另外一種洗澡的方式 前面Q&A也有提到真的洗得乾淨 所以就不用再擔心這個問題囉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希望你們會喜歡 有任何問題還是有其他想要了解的主題 歡迎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搶先收看最新影片 我們下次見 前面 先 bipola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